这四十米长的定海神针 也太离谱了吧 云妹云妹 最近听说有个冒充 齐天大圣的臭猴子 居然把宝物定海神针给抢走了 现在我们决定派你去拿回定海神针 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好的教官 保证完成任务 这定海神针可是传说中 齐天大圣的宝物 没想到居然真有人这么大胆 将如此珍贵的宝物都给偷走了 来自何人 你这个小小破猴 居然还敢阻拦我云妹调查真相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嘿嘿 轻松搞定 教官 这人也真是的 让我来查 也不给我个趁手的武器 还得我自己来找 嘿 这次运气还不错 拿到了一把轨道炮 来吧婆娃们 是我一发超级无敌 聚能轨道炮 这把武器的威力实在是太给力了 一发就把这些破猴打得连炸都不顺了 可惜的是 这个聚能炮弹 不能反弹 啊 居然是重铸熔炉 看看能不能容一个反弹型武器 哦 可真是说操操操操就到 弹射鬼刀炮 看名字就知道 弹射能力那是刚刚的 来 我看看谁还能挡得住我 满地图的鬼刀炮 要换作我是这些猴子 那肯定不能山洞离不出来了 何必出来吃着苦头呢 田南正史难吃啊 瞧你这话说的 难不成还有人逼着你们吃史古城 你别说还真有人干这事 那金面猴王他简直不是人啊 他 他不仅强迫我们 甚至还把不服从他命令的人关在笼子里 不会吧 还真有人干这事啊 看来这就是关帝违抗命令人的笼子了 哼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无法无天 来来来 我今天就要把人给放出来 看看这金面猴王到底敢不敢出来把我怎么样 这金面猴王也不过如此嘛 还得我主动去找他 在此之前 还是得换个更合适的武器 要我看 这死星雷射就挺合适的 不仅速度快 而且还有穿透能力 如此看来 这金面猴王多半就是抢走电海深圳的窃贼了 哼 你这破壑简直就是勾当 哦不不不 是猴胆包天 居然连电海深圳这类神物都敢占为己有 看我原妹今天就要替骑天大圣行道 咋了你这破壑 没想到这年头 就连猴子都用上了机关枪 就连天天炸药这种高端货都有 看来你的上一份职业是敢死对呀 居然连这种危险物都有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可能逃脱我的制裁 嘿嘿 直接拿下 开了定海深圳就在这最后一个宝箱里了 这定海深圳我还是同一次体验 据说这定海深圳可以随意改变大小 不知道是真是假 啊居然真的变大了 还能变吗 哇居然又变大了 这么久了我只见过四十米的大长刀 没想到居然连这金箍棒都能变长到四十米 这武器也太变态了吧 怪不得金面猴王那家伙要把它占为己有 这么厉害的神器 这金面猴王居然不拿出来使用 简直就是暴殲天物 对呀 为什么他刚才不把这神器拿出来用呢 难不成 这年头就连猴子都知道连消心意了